在本视频中,您将学会如何自制纸风筝 您将需要用到以下物品和工具 一张长50厘米,宽60厘米的纸 两根长50厘米的芦苇杆或青竹杆 两根长5厘米的短棍 一个圆柱形物品,比如杯子 一把剪刀 一支铅笔 一把尺 一卷胶带 一捆长27米的结实细绳 一枚针 或者一个小钉子 一小段PVC管 几段几米长的塑料袋子 整个制作过程分为三个步骤完成 第一,剪裁纸样 拿一把尺 沿水平方向 在距离纸张右上角15厘米处做个标记 然后沿垂直方向 在距离右上角15厘米处再做个标记 将这两个标记用直线连起来 然后在纸张的左边做同样的标记 现在在纸张底部沿水平方向 距离右下角15厘米处做一个标记 然后将这个标记与纸张右边的标记用直线连接起来 接下来在纸张的左下边也做同样的标记 最后沿着这些划好的线剪出您的风筝形状 剪完后沿纵向的中线将风筝对折 然后在接近底部的地方倒扣一个杯子 顺着杯盐画个圈 画完后剪下这个圆圈 再一次将纸对折 在纸的另一边也同样剪个圆圈出来 这两个圆洞能够帮助风筝顺利飞起来 您的风筝纸样就做好了 您还可以画上其他的装饰 第二,装上竹竿 将风筝的右上角和右下角用直线连接起来 然后沿着这条线将纸折起来 左边部分也做同样的操作 将两根竹竿分别放在两边的折痕处 用胶带固定好 您可以用玻璃胶 不要把竹竿粘得太直 现在,在风筝最右边的脚上放一根小短棍 折起右脚,包住短棍 用胶带固定好 同样,在纸的背面也粘上胶带 然后,在风筝的左边也做同样的操作 您的竹竿就装好了 第三,上线 首先,剪两段60厘米长的线 握住一端的线头 在距离线头10厘米处打个截 这里,我们在粗线上向您展示如何打截 然后,在另一条线上也打上同样的截 引线上针 将针穿过有短木棍的脚上 让木棍一圈 打截,拉紧 然后在另一边也做同样的操作 对折一下风筝 比较一下两根线的长短 如果长短不一 可以用剪刀剪齐 然后打个截 将两根线连在一起 接下来 需要把线和PVC管连在一起 先打截留个长环 将这个环从PVC管子的中间穿过 从另一头拉出环 套回线上 然后,您就可以很容易地将线绕在PVC管上了 像这样绕上一段长约25米的线 然后,将管子上的线和风筝上的绳子系到一起 您只需要打一个简单的百灵结 固定在已有的绳结上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用粗绳向您展示如何打百灵结 最后,在风筝的最下边包上塑料袋子 用胶带固定好所有的线和袋子 现在,您就学会自制风筝的技巧了 在风筝上,您就学会自制风筝的最下边包上塑料袋子 在风筝上,您就学会自制风筝的最下边包上塑料袋子